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男子进入山洞与白蛇 蛇神秘告诉他 这女人将是你的媳妇 明朝末年 各地纷争不断 天灾四起 然在大别山地区 有个名叫做太湖的小县城 却因为三面环山 一面临水的特殊地理环境 而得以不受外面的天灾人祸影响 这里的老百姓虽然算不上安居乐业 但能够自给自足却是比起外面的世界要好得太多了 而在大别山山脚下 离县城大约有个二十里路的地方 有个叫闲市的小村子 村里有个名叫黄石的小伙 却让人感到可怜 黄石的父亲黄老三在他五岁时就去世了 黄石的母亲李师也在他十岁的时候因病离世了 而黄石就在吃百家饭的情况下渐渐长大 俗话说 熊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这句话真是一点也没错 黄石从小就很聪明 人也长得精神 而且人很勤快 村里的林李 乡亲对这个孩子是格外的喜欢 这天天阴 黄石刚帮隔壁张奶奶挑水回来 就被张奶奶给叫住了 张奶奶捂着自己的膝盖 面容痛苦地对黄石说道 小石头 快来 快快帮奶奶揉下膝盖 这鬼天气 哎呦 疼死我老太婆了 黄石健壮连忙上前 搀扶住张奶奶慢慢地走进屋内 在一个太湿一样湿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伸手轻轻地揉着张奶奶的膝盖 有点声气道 张奶奶 你有什么事让我去做就好 这一天眼看就要下雨了 你的老寒腿又发作了吧 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个毯子来盖着 说着黄石走进卧室 熟练地在一个柜子上拿起一件折好的线毯子走了 出来轻轻地盖着她的腿上 张奶奶看着眼前这个忙里忙外的小伙子 眼里充满了慈祥色彩 自从这小家伙的爹娘去世 多数时间都是在自己家里度过 前几年自己身体还算硬朗 还能照顾照顾她 随着小家伙逐渐长大 现在却变成了照顾我了 张奶奶在心中默默地想到 张奶奶向黄石招了招手笑道 来 小石头 坐奶奶旁边 奶奶有点事情 想和你说 黄石乖巧地坐在一旁的小凳子上 抬头看向眼前慈祥的张奶奶 张奶奶伸手摸了摸黄石的脑袋 小石头啊 奶奶莫记错的话 你今年年底就十五岁了吧 黄石点了点头 张奶奶继续说道 那你以后有什么想法吗 总不能一直待在村里吧 你还小呢 一辈子待在村里就毁了呀 黄石听了张奶奶的话 也有点沉默了 摇了摇头 默石的 奶奶 我就在村里待一辈子 也可以的 村里的叔叔伯伯 娘娘姨姨们 都对我很好 张奶奶看着眼前这言不由衷的小家伙 慈祥地摇了摇头 她知道这小家伙也向往的外面的世界 毕竟是才十多岁的年纪呀 张奶奶沉思了一会 小石头啊 我儿子李继在县里开医馆 你是知道的吧 我想让你去给他做个学徒 你愿意吗 啊 奶奶 我去县里了 那你怎么办 谁来照顾你呢 黄石立刻反应过来 呵呵 我没事的 这不还有村里其他邻居吗 何况你奶奶还没七老八十 还能照顾自己呢 再说你李叔也时常回来 张奶奶笑着摸了摸黄石的脑袋 黄石沉思了一会 点了点头 这就算答应下来 就这样 张奶奶的儿子李继就把黄石给带在了身边 收为徒弟 亲自教黄石先任各种药材 黄石在跟着师父学了一年半载后 就能独自到闲石村附近的那座山上采药了 他也经常在采药的闲下回到村里帮里帮外 村里的村民都夸老石头有出息了 搞得他经常都不好意思了 这天下午 黄石正在后堂天井整理药材室 有一个女子风风火火的跑进了医馆 问道 请问李先生在骂 黄石一看对方着急的模样 就直接丢下了手中的药材 迅速把男子领去找到李先生 李先生 我父亲病情严重了 还请您前去救救他 女子道 李先生也就是黄石的师父 也不含糊 小石头 快 去拿药箱 我们一起去看看 前来找李先生的这个女子叫张玉禅 她的父亲张廷义是本地的一个园外 张廷义的肝脏患有慢性疾病 一直以来都是李先生在帮她治疗条理 黄石锦随着李先生急步赶往张府 抵达李府后 他们直奔张廷义的卧房 只见屋内弥漫着紧张而压抑的气息 两个儿子围绕病榻两侧 面带焦虑却各怀心事 让让李先生来了 张玉禅连忙招呼兄弟两人给李先生让开 让其给父亲看病 一搭上张廷义的手臂 紊乱的脉象让李先生眉头紧锁 心里不由一阵一律 这是怎么回事 之前张廷义的病情已经好了很多 怎么会突然加重了呢 先生我父亲咋样啊 张玉禅心急的轻声问道 李先生望着张玉禅一眼 道有我在你无需担心 只见他扭头冲狂时说 小石头把药箱里的银子拿给我 然后来帮我搭把手 把他翻过身来 闻言黄石上前把张廷义翻过身 并把他的衣服掀了起来 李先生点点头 拿银针在张廷义的后背上扎了几下 要说李先生的衣术果然乐得 原本已经只出气不进气的张廷义 竟是缓缓地醒了过来 见父亲醒了过来的张玉禅 松了一大口气 平静下来和刚刚风风火火地盼若两人 谢谢先生啊 张玉禅道 此时 黄石瞧着眼前这个柔柔弱弱的女子 心里竟是泛起了一丝涟漪 哎哟 我的老爷 您这是怎么了 一个打扮艳丽的女人 大喊大叫地冲到了张廷义的床前 女人赶来后 李先生就满脸厌恶地来到了张玉禅的身边 抛出了鸡根发黑的银针 小声道 有人想害你爹 不可能 我爹与人为善 乐善好师 从不与人交恶 莫人会想害我爹的 张玉禅道 多留意你的那个姨娘吧 李先生摇了摇头 留下一句异味深长的话后就带着黄石回医馆去了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几日 一天 黄石刚背着药材下到山脚回到村子里时发现张奶奶家门口站了几个人 他以为张奶奶家出了什么事情连忙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定睛一看 原来是张玉禅在里面和张奶奶说着话还不时笑出声来 他那不惊异间的一笑 犹如圣夏之河堂中悄然绽放的莲花 含蓄而雅致 清理脱俗 黄石有点看呆了 不觉得心头一颤 像是有什么东西钻进自己心间 黄石走进院子里 正巧背转过头来的张老太巧闲了 他高兴地对黄石摆了摆手 示意让他过去 小石头 快来 我给你介绍下 张老太拉着张玉禅的手对黄石说道 黄石看着张玉禅笑了笑道 你好 又见面了 张玉禅笑着点了点头 张老太惊讶地看着面前的这两个人 你们认识 张玉禅笑着开口说道 张奶奶 我们在县城见过的 我父亲病重那天 黄石哥帮了很大的忙呢 黄石健壮连忙摇手 不不不 都是师父的功劳 我没帮上什么忙 后来黄石 才从张老太那知道 原来那张廷义是他家那边的远方子直 这次张玉禅也是他父亲张廷义让他来看望张老太的 在初村的路口 黄石和张玉禅并肩默默地走着 黄石悄悄地扭头 看着身边的这一颗人 心里酥酥麻麻的 恨不得这条初村的路 现场才好 而张玉禅也对身边 这个勤劳踏实肯钱的小伙子 有好感 只是碍于少女的面子 有点不好意思 却在心中想住 这个木头也不知道找点话题和我聊聊 黄石低头陈词理会 开口问道 你父亲怎么样了 师父说有人在害你的父亲 你调查了吗 张玉禅和他大哥张玉文是一个母亲生的 在他们母亲去世后 他父亲又纳了一方小妾 小的儿子张玉武就是这位所生 张玉禅点了点头 我大哥已经让家里的管家 暗地里开始调查了 黄石不知道又该说些什么了 只能默默地走着 李玉禅不禁心中嘀咕 还真是个呆子呢 一路无话 两人回到县城后就分开了 花开两朵 各表一致 这天夜里 只见一个身影多多闪闪的 从张府后门出来 走向不远的一间民宅 这人影谨慎地站在门口左右看了看 推门走了进去 我的美人 你可算来了 原来这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就是张廷义的小老婆胡适 民宅一个房间里 走出一个黑面男子 一把抱住他说道 怎么样 事情处理好了吧 胡适问道 我坐视你放心 那黑面男人说道 来来来 不提那事了 那黑面男子 急切拉着胡适 就倒向了房间里 那宽大的窗铺上了 一夜无话 早晨天蒙蒙亮 胡适依偎在那男子的胸膛上 抱着他说 那老头子这次应该是要把位子传给张玉文了 你想想办法 胡适说完 那男子沉默了一会 横生道 我们安排的那个下毒计划已经好几年了 这次干脆一下子下足伎俩 要了那老家伙的命算了 张家园外张廷义 虽然平时一副善人模样 但他年轻的时候 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他们俩都知道 要是张玉武 不是张廷义的重这个事情 被他知道了 两人一定会死无全失 虎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食 敢拼才会赢 为了我们的儿子 就这么办 胡适恶狠狠道 就在这两人密谋毒害张廷义的时候 过了几天 张玉禅出现在了医馆的门口 这次 黄石主动迎了上去 道 怎么愁眉苦脸的 张玉禅不愿意说 黄石也就没有再追逐问 但他心中也知道 张玉禅肯定还是为他父亲 中毒的事情而烦恼 走吧 我们回村里去散散心吧 正好在那 我想请你帮个忙 黄石轻盛地说 张玉禅点了点头 就这样 两人有如同上次一样 只不过这次是黄石主动邀请张玉禅罢了 不同的是 这一路黄石给张玉禅讲了一个埋在他心底的秘密 而要张玉禅帮忙 也是关于这个秘密的 原来很小就没了父母的黄石 常常跟着村里猎户往大别山里跑 那些猎户打猎刀的一些收获都会分一点给小时候的黄石用于果腹 而在一次上山的过程中 因林间呼起大雾的缘故 黄石和猎户们走失了 他误打误撞走进了一个山洞 在山洞中 黄石遇到了一条很大的白蛇 当时把黄石的魂都给吓掉了 好在白蛇很是温顺 并没有伤害他 而且黄石还发现 这条白蛇居然会口吐人眼 于是渐渐地一人一蛇慢慢熟起了起来 后来黄石每次去山里 都会去陪着白蛇说回话 而白蛇也会捕获一些小动物留给黄石做晚餐 就这样一人一蛇的关系越来越好 黄石和白蛇属说着自己苦闷和对未来的向往 而白蛇也告诉了黄石自己的来历 原来白蛇是一条 已经在山中修炼了几百年精怪 在遇到黄石前不久 刚刚炼化了猴中的横骨 可以开口说话 而正好遇到黄石 在对话中 白蛇学会了人类语言 黄石也告诉了张玉禅要帮忙的事情 原来白蛇已经怀孕多年 而就在这几天 白蛇的孩子将要出生 白蛇让他自己找个女性人类来帮助自己 黄石听到这话 立即就想到张玉禅了 所以才让他来帮忙 俗话说 女性的好奇心深似海 张玉禅对黄石口中的白蛇很是好奇 碎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这些年李先生每次外出就诊 都会带上黄石 黄石学了李先生的许多医术 他对张玉禅说 白蛇既然让我找女性来帮忙 那肯定是碍于我男子身份 到时我就在洞口外指点你 你进去帮忙 不要怕 他不会伤害你的 我和他聊过你 他也很想见见你呢 虽然黄石学的是智人的医术 但他还是勉勉强强指导着张玉禅的 给白蛇接生了 说来也是奇怪 蛇类本该是卵生动物 不知道为时末 这条白蛇却是胎生动物 怀胎今年的白蛇 直接生出来一条小白蛇 而不是生出个蛋来 成功生下了再的白蛇 在一瞬之间就恢复了气力 他对张玉禅说 孩子 外面那个小家伙 是我看着长大的 是个好小伙 你要珍惜呀 这段时间他每次到我这来 都会说起你呢 我看得出来 他是喜欢你的呀 张玉禅的俏脸 瞬间就红了起来 黄石从外面走进山洞 满脸笑意地对张玉禅说道 玉禅 你可真厉害 白蛇看着眼前的两个人 沉思了一回 小石头 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等我的孩子出生 你来照顾的 今天我就把我的孩子交给你吧 记住 你们之后会有一难 我的孩子 能帮你们渡过这一难 等到你们渡过这一难之后 再把我的孩子送回来吧 张玉禅从地上抱起那条小白蛇 然后递给黄石 只见那条小白蛇 估计是闻到他身上的那熟悉的味道 嗖 他一声就钻进他的衣袖里 然后两人就在沉默中下了山 花开两朵 各表一致 在这点晚上 胡适来到他儿子张玉禅的房间 道 儿子 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随后 胡适把张玉禅的身世告诉了他 张玉五听完愣住了 娘 这要是被老爹发现了 咱们可就都完了呀 张玉五急切道 直接把他给杀了 不就可以了吗 女人道 娘 就算我不是老爹亲生的 也是我们对不起老爹呀 你怎么这么想杀他 张玉五问道 这些年来 我可是每日都想着要杀他呢 女人满脸的狠毒 见张玉五满脸的疑惑 女人道 他那年为了得到我 杀了你的外公和外婆 并把我和你的亲生父亲给拆散了 那是我刚刚怀上你 听完这些 张玉五惊呆了 四日天亮 张玉五就到医馆找到了黄石 此时的黄石正在整理药材 黄石你会为了张玉禅放弃一切吗 张玉五问道 什么意思 黄石警惕了起来 张玉五说完就转身离开 黄石想了想后 就丢下手中正在整理的药材 飞奔出了医馆 早上张玉禅照常洗漱后 出门到医馆去找黄石 半路上 张玉五带着一群汉子 把张玉禅堵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 小弟 你想干什么 张玉禅警惕地看着面前这一群人 我的好二姐 弟弟对不起您啊 张玉五道 说着就把一群人就一拥而上 把张玉禅打晕带走了 黄石离了医馆 就往张府跑去 她问了张府的门房说 二小姐早上就出去了 几经周折下 黄石还是没有找到张玉禅 她心里后悔死了 本来白蛇已经告诉 他们说会有一男 却不知道会来得这么快 晚上 张府饭厅内 张廷一道 现在身体不知怎么的 总感觉难以集中精神 算账都出错了好几次 看来是要选个人来代替我守住家业了呀 老爷您说哪里的话 您可还是生龙活虎的 胡适道 张廷一笑的笑 摇了摇头对张玉五说 小五 我想让你大哥来接替我的位子 我希望你能好好帮助你大哥 壮大这份家业 你二姐 我给她准备了一份嫁妆 话说今天这丫头哪去了 张玉五在一旁连忙大话道 二姐说今天她有点不舒服 就不来吃完饭了 让我跟您说声对不起 呵呵 这丫头 父女之间客气什么 张廷一浑然不知道 饭桌上的另外两个人 却想要了她的命 在之前 张廷一是想让张玉五 接替她的家主位子的 但张玉五所表现出来的 顽固无能 完全没法与她大哥的冷静谨慎相比 张府家所有的生意 老大张玉文 处理的都条条顺顺 但大欣喜的性格和张廷一很像 不然在张廷一昏迷时 张府的生意就会出大问题 从一个商人的角度出发 张廷一终于还是决定 把她的位子交给大哥张玉文 你大哥呢 怎么也没回来吃饭 张友德问道 哦 是这样的 老爹 大哥出现成了 我们家在隔壁县的生意 出了一点点小问题 大哥去处理了 张玉文说道 出了什么问题 我怎么不知道 张廷一说道 张廷一说道 一点点小问题 大哥没问题的 张玉武道 也是 你大哥是会处理事情的 那我们吃饭吧 说着张提义就吃起饭来 张玉武和让他的母亲胡适对视了一眼 原来 外线的生意出问题 也是他们搞的鬼 胡适让人故意在外线那边捣乱 吸引老大张玉文前去处理 吃完饭 张廷一喝了些茶水 正闭目养神 老爹 你的位子不能给我接吗 张玉武道 这段时间我也帮了大哥很多忙呢 张友德睁开眼 怒视着张玉武道 你接 你什么德性 你能接得住吗 这话一说 张玉武份起身 老东西 你别给脸 不要脸 正当张廷义准备站起身来 好好教训一下他的时候 却一下吐出一大口血来 贪婉在了椅子上 老爷 您怎么了 胡适用漠然的语气 说出了关心的话语 你害我 停一份力一巴掌 准备甩在了女人的脸上 谁知道却是历劫 摔倒在地 老东西 你真是给脸不要脸 张玉武伸手拍了拍张廷义的脸颊恶笑道 为时磨 这磨多年 我待你你们娘俩不薄 你们何至于如此 张廷义怒道 待我们娘俩不薄 胡适蹲在张廷义身旁道 张廷义 你可知道 这些年我恨透了你 杀父杀母之仇 我一刻也不敢忘了 原来 张玉武并不是张廷义的儿子 那年 刚刚靠守黑起家的张廷义 突然死了媳妇 留下了一个儿子张玉文 那时 张廷义的媳妇才去世末几个月 他就看上了现在的这个女人胡适 那时的胡适已经有了丈夫 并且怀有了一个月左右的身孕 心狠手辣的张友德 在得知胡适有丈夫了之后 就直接把胡适的一家全给杀了 胡适的丈夫受了很重的伤 但却侥幸逃过一劫 胡适为了保住肚中的孩子 就假装顺从地嫁给了张廷义 在生下了张玉武 不过两年的时候 胡适无意间发现了一张药方 药方上面记载了如何熬制一种慢性毒药的过程 而这个时候 养好伤的胡适丈夫正好找上门来 两人就一起密谋准备杀死张廷义 并抢夺他的家产 从那天起 胡适就每天都熬了一碗慢性毒药给张廷义喝 因为张廷义平时有着医管的李先生 给帮忙调理身子 所以胡适的慢性毒药发作的时间 就被无限延长了 上一次张廷义的突发病症 却给了胡适希望 要不是有李先生在 张廷义很有可能都抗不住上次的慢性毒药发作 因此胡适断定 张廷义的死期不远了 他这才会助即让张宇武行动 让张廷义亲口把位子传给张才 索性就加大了药量 准备直接毒死张廷义 要知道 哪些持有张家的部分生意的管理人 更认同有商业头脑的张宇文 如果没有张廷义的亲口承认 那些管理人很可能会直接支持张宇文 成为家主 儿子 动手吧 不要和他废话了 胡适恶狠狠地说道 就在张宇武让府中被收买的恶奴们 动手杀人之时 突然传来一声女子的声音 住手 杀人要偿命 你们想清楚了吗 张宇禅和黄石出现在高盛道 张府的那些恶奴 本来就没打算要真杀了张廷义 再加上现在二小姐回来了 恶奴们便作鸟收散 全散开了 张宇禅 怎么是你 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张宇武惊吓道 怎么 现在才害怕了吗 晚了 梅花道 就在这时 张府外一声大喝传来 最负胡适 张宇武蓄意谋杀张廷义 你们可知罪 李先生和太湖献献令 竟领住一大群官兵 冲进了张府 你们有证据吗 胡适色力内人道 给你看看 这是什么 李先生说着 扔出一张纸 上面却是胡适买曼性毒药的交易记录 及卖药人的签字画鸭 张宇武顿时贪婪在地 原来李先生在把张廷义从鬼门关拉回来之后 就一直纳闷 要知道 他在当地姓林 可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经过他的治疗 还能再次毒发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 李先生对自己的医疗技术 还是很有信心的 不可能 胡适惊呼 哦 对了 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那个同伙 也已经被抓了起来了 他已经供述了你们的一切 县令道 张远外可是个大善人 你们竟然想加害于他 来人 把胡适和张玉武 押回衙门严家看管 县令道 张玉武面如死灰 被衙衣五花大绑的给押走了 而胡适在被押走前 看了一眼 贪软在地的张廷义 突然高声道 爹 娘 我终于给你们报仇了 张廷义 这就是你应得的 哈哈 糟糕 把更重要的事给忘了 李先生一拍大腿 立刻上前查看张廷义的情况 摇了摇头 节哀顺便 李先生对张玉禅说了一句 就带着县令离开了 张玉禅扑了上去 放声大哭 爹呀 女儿来晚了呀 雨中 胡适在揽下了所有的罪状后 就自杀了 而张玉武则是被赶回来的大哥张玉文保释了出来 出狱之后的张玉武性情大变 变得乖巧懂事 也经常帮助的大哥打理生意上的事情 另外张廷义年轻食犯的罪也被清查了出来 由于其已经死去 张福被罚了一半的家产被用于县里铺桥修路等善举 人人大赞宪令是青天大老爷 三年守孝期过后 黄石正是迎娶张玉禅 在洞房花竹叶的那一晚 黄石和张玉禅了起来那天的经过 原来那天张玉武把他二姐绑了之后 就扔到一间柴房 没有在管 黄石那天到处都找不到张玉禅后 并记起山中白蛇对他说过的话 小白蛇可以帮助他 于是小白蛇寻着气味 带着黄石找到了张玉禅 两人在小白蛇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并报了官 而医馆的李先生也找到了那个买毒药的人 并控制了起来 张玉禅和黄石结婚之后 把张家两兄弟给他的嫁妆全都捐献了出去 按照他说的话是 就当我为我父亲当年的罪行做颠补偿吧 后来夫妻两人了 继承了李先生的医馆 黄石负责治病救人 张玉禅则帮李帮拜 虽然由于他们经常救济周边的穷苦百姓 导致自己的小日子过得些许清贫 但小两口却乐在其中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成李渔出了问题 县令发布悬赏令 他说要死一起死 明末清除时期 顺通镇大梁村 有一个名叫王明的男子 他是被他爹捡回来 但他爹从没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过 一直都把他当个免费的劳利用 他那个养父是个赌徒 年轻的时候从没干过一件好事 年纪大了 就使唤王明去给别人家干活 从不管是葬活还是累活 只要银钱给的多 他就会让王明去干 大梁村有一个教书将名叫王焕 他很是看不惯王明养父的座位 时常劝他道 王明是个好孩子 你要是对他好 以后定会给你养老送中 你捡个孩子回家 不就是想要老人有人管吗 为何现在如此待他 王明养父听了 毫不在意的道 谁能管到以后的事 你能保证他能好好地给我养老吗 要是他到时候不愿意养我 你给我养老 还不如让他现在给我多赚些钱 说不定我手气好 还能发一笔呢 教书将说了很多次后 也无奈地放弃了 只每次碰到王明时 会给他讲些做人的道理 嘱咐他道 这世上不仅是他那样的人 当初他救了你 你就当现在是在用受苦的身体 偿还他就是了 心里千万别积攒了怨气 那对你也不好 整个村上王明最喜欢 最敬重的就是教书将 别的村民每次献了他 只会用同情的眼神看他 只有教书将会给他讲道理 闲暇时还会教他任谢字 告诉他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多学一些总有好处 让他觉得很满心 教书将好像是他黑暗生活里的一丝曙光 让他觉得他不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的 也让他有了走下去的勇气 好在王明养父命并不长 在王明十岁这年 他因赌博拾出老千 活活被人打死了 王明将他下葬后 就一边继续在外面做工 一边跟着教书将学习 教书将现他很有恒心 便不要他的树修 让他有空就去他的学堂 就这样 王明长到十六岁了 虽然不说是满腹经论 但走出去也算是个文人了 这一天 教书将跟他说 王明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既然无心科考 那便出去闯一闯吧 说不定还会有番座位 对于王明来说 教书将更像他的父亲 他说的话 他都觉得肯定是对他有利的 所以他当即收拾了些行李 就出门了 也算是王明运气好 来到县城里时 刚好碰到一大户人家在招人手 那管家献他认字 人也老实 便让他当了少爷的随从 每天只跟着少爷 帮他处理一些事就行 那大户人家姓刘 家里世代从上 刘老板与他妻子感情好 便没有娶妾 只一个妻子 生了一儿一女 王明从小就在外做工 也不是什么都默学到的 他到了刘家后 很快就将刘家的关系搞清楚了 刘家的少爷叫刘大宝 是个被家里人宠坏了的 虽然今年已经十三岁 但除了每天在外跟一群狐朋狗友吃喝外 就是逗弄家里的丫鬟 年纪不大 却一身坏毛病 王明挺看不惯的 有一次他稍微提了一句 便被刘大宝一顿臭骂 说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一个奴才还敢管主子的事 谁给你的胆子 看在你还算机灵的份上 饶你一次 下次再多管闲事 便直接乱棍打出去 事后 刘老板的妻子李氏得知此事后 又派了身边的丫鬟 将王明骂了一次 那李氏最是溺爱刘大宝 他一生无忧 却在子嗣上不是很如意 生了一儿一女后 便再无所出 所以把刘大宝看得相当重 刘老板又时常在外打理自家的生意 所以对两个孩子的教育 也不怎么伤心 王明被骂过后 狠狠地反思了一下自己 后来也是想通了 他只负责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就行 刘家工钱给得多 赚些银钱 到时候自己出去做点什么小生意也不错 人家自己家里人都不在意 他操得哪门子心呢 刘家的女儿叫刘新乐 比刘大宝大上两岁 今年已经十五岁了 亲事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他跟刘大宝性情不同 是为温婉有礼的女子 他知道刘大宝被他娘惯坏了 时常跟王明说 王大哥 大宝的行踪你是最清楚的 以后他要是犯错 你一定要提点他一二 千万别让他被他那些朋友带上不归路了 王明很赞同刘新乐的话 但他人微言轻 实在是莫办法 只能道 小姐 我只是少爷的随从 莫资格说他 刘新乐听后 想起上次他提点刘大宝事 给他娘教训了一顿的事 也知道王明很为难 于是道 王大哥 上次是事是我娘不对 我替他向你道歉 还请你不要计较 以后大宝要是做什么 你觉得不对的事 请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一声 王明觉得这个还不难办 便点头硬了下来 这天 刘大宝又出去会友 他其中一个朋友忽然道 咱们整天就待在这一方天地里 实在是无聊得很 要不我们出去别的县城游玩一番吧 听说临线来了一群武艺高强的人 在那边摆摊咋耍呢 要不咱去看看 刘大宝一听 两眼放光 他生平最崇敬那些武艺高强的人 特别是那些身怀绝技的 于是他赶紧回应道 好啊 咱们一起去见识一下 刘大宝觉得 他娘肯定不会同意他出门 到时候定要说 宝儿啊 外面太危险了 你还未成年 定是保护不了自己的 等你长大了 再去也不晚 所以他决定 干脆不与他说 留一封书信 告诉他自己的行踪就走 刘大宝的那个朋友 王民一直觉得他不像个好人 平时没少骗刘大宝的钱 这回居然 诱骗了刘大宝 去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识魔鬼主意 于是回到刘家后 王民赶紧去寻了刘新乐 将此事告知了他 家人知道后 当然是百般阻挠刘大宝 刘大宝知道此事 是王民告得密后 对他在无好脸色 跟他娘李氏说 不让我去可以 但王民我是不会再要了 你们重新再帮我找一个随从吧 李氏为了安抚住刘大宝 竟然真的同意了他的要求 将王民调去门房看门去了 本以为刘大宝会乖乖的听话 好好待在家里了 莫承想 有天晚上 他假装睡了 结果缺火同他呢 几个好朋友 爬墙跑了出去 等刘家的人发现时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刘老板每天早早的就出去了 这回也莫在家 李氏知道后就是哭 只留心了还稍微冷静点 他第一时间就想起了王民 因为他在刘大宝身边待了一段时间了 对他及他的那些朋友肯定是熟悉的 所以他赶紧去门房找王民 让他抓紧时间去临线 一定要找到刘大宝 王民虽然不太喜欢刘大宝 但到底还是羡不得他遇难 就在王民出发不久 刘家门房收到一封信 随着信一起的 是刘大宝平常随身带的玉佩 刘老板知道此事后 起风了 那信上写的是 刘大宝在他们手上 要是想他平安无事 那便用银钱交换 刘老板看着信上写的那个银钱数字 恨不得不要刘大宝了 他眼下正在谈一桩生意 正是需要大量银钱的时候 如果如树将银钱交给了绑匪 那他就没了竞争力了 李氏见他没有动静 生怕他会不管刘大宝 边哭边道 夫君宝儿是咱唯一的儿子 宁可不能不管他呀 银钱还可以再赚的 刘老板听了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道 他还是被你惯坏了 也怪我 一心只想着生意上的事 却忽略了他的教育 此次要是能将他安全带回来 我定要送他去朋友开的学堂里 无事不准回家 王明此时很头痛 他到了临县后 找了许久 发现刘大宝根本墨进临县的门 他也没了办法 只好又返回 王明心想着边走边在路上寻找一下 看刘大宝是不是从没出过门 被路上的风景吸引了 所以耽误了行程 可一路上 他什么都没发现 就在刚进本县时 却被他看到了一个熟人 正是提议要一起去临县的那人 王明觉得跟着他 肯定能发现刘大宝的踪迹 便偷摸地跟着他 这一根便被他发现了不得了的事 原来那人经常跟一个 看起来很富贵的人见面 而且还跟一个土匪模样的人见过一次 王明想了想 觉得跟着土匪可能找得到刘大宝 因为约定一起去玩的人出现了 而刘大宝却莫出现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问题 他来不及去刘家说一声 便跟着那土匪走了 好在他虽然没有功夫在身 但脑子还算灵活 从小就做事 身上也有一股子力气 一路尾随到了一座山脚下 王明心里也打起鼓来 他担心自己会被发现 到时候怕是命都会丢了 但一想到刘新乐的嘱托 他还是咬着牙根了上去 然后就被他看到了刘大宝 他果然被这土匪抓了 而且听那土匪头子跟他手下聊天 好像是让他们做这事的人 根本就没想要留留大宝的性命 他们不仅要让刘家付出大量的银钱 还要刘老板失去他唯一的儿子 到时候刘家就不只是元气大伤 刘老板本人可能都会倒下 那刘家就会彻底退出 他们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王明听了 心里有些气愤 刘老板对他还是不错的 每次碰到时都会笑眯眯的说 小儿顽劣辛苦你了 而且用这种下三满的手段 让别人家破人亡 实在是太过卑鄙 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将刘大宝救出来才行 不然他这辈子心里都要不安了 他在山寨周围转了好几圈 趁手被稍微松歇一点的时候 偷偷打晕了一个土匪 换上他的衣服 偷偷将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刘大宝带了出去 又趁黑 匆忙将他背下了山 逼住人进了刘家 刘老板这回正在发愁呢 家里的现银不够 他需要时间去愁 看着忽然出现的王民和他背上的刘大宝 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还是随从提醒 他才忽然惊醒 刘大宝被送下去救治时 王民也将他所知的一切都如实向刘老板说了 刘老板听完 气愤至极 他大概能猜出是谁要对付他 两人一合计 直接报了官 王民带着那些衙衣上山 将那些土匪一网打尽 审问过后 把相关的人都抓起来下了大牢 刘大宝那朋友也在其中 原来他早就被人收买了 故意要坏刘大宝 好让刘家后继无人的 后来刘老板跟人竞争那项生意 那人想要刘老板退出 才出了这档子事 刘大宝得知此事后 整个人就变得沉默寡言了起来 从没受过委屈的人 这回是真的栽了大跟头 但刘老板还是没放过他 不仅没安慰他 反而又狠狠打了他一顿 直接打了他再次下来床 但奇怪的是 刘大宝除了掉眼泪 却没喊过一声痛 处理完此事后 刘老板找到刘新乐 道乐儿 你觉得王明这个人怎么样 他可是咱家的大安人 此次要不是他 咱家就家破人亡了 如果你愿意 我想将你嫁给他 以他的为人 以后定不会负了你 刘新乐早在王明将刘大宝背回来的时候 就心意他了 因他一句话 就豁出命救他弟弟的人 他不嫁 还要嫁给谁呢 王明得知此事实 心里高兴极了 此时他心里非常感谢教书将 要不是他 他可能进不了刘家 更不会有这样的机遇了 两人成亲后 刘老板觉得王明以后 定会成为刘大宝的助力 刘大宝不成器 乃把王明带出来 刘家也不算完 于是就每天带着他一起出去 这一切都被刘大宝看在眼里 他嘴上什么都抹说 但眼神却很阴郁 这个县城的附近有一口痰 县城里的鱼大部分都来自这口痰 可最近 很多人吃了痰里捞出来的鱼后 身体会莫名燥热 县令对此事也很重视 他派了很多人守栽在痰边上 却没发现任何异常 慢慢的 县城里谣言四起 大家都不敢再吃鱼了 都说那口痰 其实是一口银痰 日子长了 里面的鱼也受了影响 所以才让吃鱼的人 有那样的反应 县令肯定不相信这种话 但大家的话 也给他提供了方向 他又派了专门查探水汁的人 去那潭里取了水茶宴 这一茶还真查出了问题 原来水里面含有大量的银药 而潭里的水不是活水 所以那些鱼也受了影响 县令想不通 好好的一口潭里 怎么会有那中药 难道是景谣言说的那样 他其实是口银潭吗 县令还是不相信 他让人查了所有的药铺 最近莫人买过那中药 而且县城里所有那中药加起来 也不能让那口潭的水变成那样 但此事不解决 定会后患无穷 那做下此事的人 会越发死无忌惮 那这县城会变成什么样 谁也预料不到 于是县令就出了一个悬赏令 只要能提供可靠消息的人 确定消息属实后 赏银一百两 悬赏令一出 县压里每天进进出出的好不热闹 都是来提供消息的人 但大部分提供的都是没用的消息 县令对此很是头痛 但又不能将权赏令取消 这件事还是要解决的 要是真有可靠消息 也不一定的 这天来了一个小丝模样的人 他说自己能提供绝对可靠的消息 县令县他说的肯定 亲自接待了他 于是他战战兢兢的将事情说了出来 他是留家的一个门房 那天他虽然休息 但阴望了个东西在门房上 便回去取了 那时天已经黑了 值班人见识他 便莫礼 正当他取了东西往家走时 见到刘大宝又从墙上爬上出来 因为好奇自家少爷要出去做神模式 他便一路尾随了上去 结果发现刘大宝见了一个游医 那个游医前几天还天天在街上转优 这几天倒是没陷到了 刘大宝给了那游医一个大布袋 那游医掂量了一下布袋的重量 还说了一句 保证帮你做成 然后就离开了 小思想着 刘大宝肯定是此时的幕后人 那游医肯定是拿了刘大宝的银钱 不知道从哪搞来了那摩多药 倒进了潭里 县令听完 觉得他这个消息确实可靠 但刘家少爷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 想来想去 他都想不出什么理由 但有了嫌疑 肯定要将当世人带来询问一下 所以刘大宝就被牙医带走了 刘家一众人莫名其妙 赶紧跟了上去 可那刘大宝却是个实在的 还没等县令审问 他便直接承认 银谈的事就是他做的 是他花了银钱 让那游医收购了大量的银药 投入了那坛中 刘老板听完 气急 问他为何要那样做 刘大宝剑的居然还质问自己 情绪瞬间崩溃 他向着刘老板吼道 你还问我为石膜 你说我为什么 你不是看不起我吗 不是想让那王民代替我 以后接替刘家吗 那我就毁了刘家 既然我得不到 那我们就一起毁灭吧 刘老板听了他说的话 目瞪口呆 李氏听完 一边打他一边哭着道 你是你爹的独子 他怎么会看不起你 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你以后铺路 知道你不喜欢做生意 他就培养了王民 他是你姐夫 以后有你姐督促 他肯定会好好辅助你 你怎么会这样想 刘大宝听了 一下就哭了 他跪在他爹跟前 道 爹 我错了 从小到大 你从来不管我 我还以为你是不喜欢我的 上次出了那事 我也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成 交几个朋友 居然还是引狼入室 所以才会钻了牛角尖 您一定要救我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人的 可他已经铸成大错 县城里不知道多少人受害 他也没办法 一瞬间好像也老了好多 他看着刘大宝道 错已经犯下 你就接受惩罚吧 是我错了 我只想着给你提供好的生活 却忽略了你 刘大宝背叛十年牢狱 等再出来时 已不再年少 王明觉得 他跟自己年少时差不多 他小时候 养父天天苛待他 好在有个教书将让他 时常能感受到温暖 可刘大宝虽然一事无忧 但却一直生活在 薛父爱的环境了 心性也是不健全的 也算是个可怜人 于是他对刘大宝道 大宝 你放心 刘家我先帮你管着 等十年后 我再还给你 刘大宝会不当初 为刘满面的看着王明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